稍微还有一点距离来写 这一天我们在订阅上 最后一天大地的关系 冬天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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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们说一下春子头的写法 春子头首先看一下这三横 它的抗间角度 这三横抗间角度都是一致的 间距也基本上一样 三横的长短也差不多 它们的排列略有一些变化 就是第二横 左边跟第一横 基本上是在这切平 或者稍微长一点也可以 但是右边要比它短一点 要比第一横短 然后第三横要比前两横稍微长一点点 右边也稍微长一点点 它们的排列是这样的一个排列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子 然后这一撇是竖撇 上面出头不要太长 出头短一些 然后在这个横的中间偏左一点的位置 开始写这一撇 这一撇的弧度要掌握好 既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它既不是这种完全的这样的竖撇 这是竖的 它不是 它前头略微的有一点点倾斜 在前头略微有点倾斜 底下略微弧度 将弧度转过来 要掌握好这个弧度的这个角度和倾斜角度 这一点非常重要 然后这个撇完之后 这个第三横上面的这个撇和第三横下面这个撇 程度差不多 这个要需要注意 底下的这个撇 不要撇的过长 然后在这个横上面 而不是在这个撇上面 离这个撇的稍微还有一点距离 来写这一那 这一那需要注意 它就是前细后粗的非常明显 跟我们单写那还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单写那不会前细后粗的这么明显 在春子头这里头呢 会把这一个这个前细后粗 这块从这游戏突然变粗 会表现的特别明显 这一块是比较细一些的 那的前半部分是很细的 跟这个撇的形成鲜明的对比 后半部分这块呢 又比较重 出那角的比方比较重一些 写完之后呢 略微的撇低纳高 差异不多 要注意一下子 略微有一点撇低纳高的一种感觉 就可以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就是撇纳呢 它们的打开角度也非常重要 既不能把这个撇纳 让打开的太大 打开带个大 整个字呢 就裂了 但是如果这个撇纳呢 又打开的不够 这块的空间就太小 这往里头 往相关不紧 又不够了 所以呢 这个 要根据这个字来 要掌握好它的分寸 这个分寸感 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这个就是春字头的写法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square 一 是 谁 既 早